今天我们准备做一个宝宝腐蚀 叫羽衣牛肉饼 然后用到的食材就有 首先我们这个面脉是30克 羽衣甘蓝的话是100克 然后牛肉我们可以用200克 或者是用猪肉 其他肉都可以 我买的是现成的这种牛肉末就比较方便 然后还有蛋跟葱蒜 加这个燕麦使用30克 可以了 放好羽衣甘蓝跟燕麦之后 我们放一点蒜 然后放两根葱 撇一下 再加一点腐蚀油 OK 我们再把它放到这个 vime check 其实可以直接放进去 直接放进去更保重 还蛮香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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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在这里面加入牛肉 然后打一个蛋 我首先会把它放进去 放入鸡腿 它会放进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烤箱已经热好了 我们就把烤盘放进去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400华氏度 如果设置的话是200度 然后我们烤个15分钟 OK 再加一点这个蓝莓和两个米饼 我们就把简单来用就做好了 我们可以再说 谢谢 好